今天的题目是 善寻与尊胜之四 探究欲望的本质 在禅修和听闻佛法之前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 可以做几次深呼吸 当今的流行的佛法的观念里面 所谓的禅定 普遍的被理解为 一种透过压制 透过封锁 透过专注 然后让心的活动减少 让心能够乖乖的 待在一个小的地方 这样的禅定 你在原始的经典里面 是找不到的 原始经典 所谓的禅纳 所谓的禅定 简单的来讲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离遇 离遇可以说是远离的同义词 你可以说 要进入禅纳 要进入禅定 就是当你 不跟欲望为伍的时候 所以你能够贴近 那个内心 它不被欲望动摇的质地 如果说 做不到这一点 你起码能够做到 正在缓解欲望 正在摆脱开 欲望对你的压制 正在摆脱开 欲望对你的催逼 在你身心当中的盘踞 这样子也是可以入定的 这样子也是禅纳的本质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 那么就算你只是 正在探索着 欲望的本质 一边了解它 一边有 想要摆脱它 想要从它当中释放出来 的这样的抑郁 那也是可以成为 缠纳的 其实点 如果连这样子都做不到 那么就算你只是 听闻到 善有解脱者们 他们跟你讲 礼遇的自由 礼遇的轻松 你对他们的言语 有信心 对那样的境界有向往 那么那也可以成为 缠纳 缠定 的契机 最低等的缠纳 一般被称为 叫做出禅 出禅 的一个重要的特质 就是 它是依循着 声音 而在做导引自己的工作 这个声音 它可以是来自外在的 这个声音 可以是来自内在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听 外在的导引 你也可以把 内在化的佛法 成为你的导引 后代 普遍流传的 禅定的观念 它因为 把禅定理解为 一种全然不齐念头 那个内心全然凝结不动 的状态 所以它是不允许 那个所谓的内在的 引导的 外在的引导的 它不允许这些作为 可以跟出禅并存 的动作 但是 全盘 仔细的 阅读过 原始经典的人 他就会知道 经典里面 处处都是 在听闻佛法中 在说明佛法中 在理解佛法中 契入禅纳的 案例 他也会 很清楚地看到 在佛陀 他本人 在证得 圣果之前 或者在 契入禅纳的 过程里面 他都采用 经常地采用 所谓的善寻 跟尊圣 之思 这个善寻 就是 可靠的 解脱道的 引导 尊圣之思 就是 内在的探索 举一个例子来讲 佛陀经常做 以下的 这样的 内在的探索 他经常在 问着自己 身心当中 一切 似乎都在 老化 变质 毁灭当中 有什么 能够提供 给我安全 他一层一层地 探索 他在身体 的经验里面 探索 他在 感受 他在 思考 他在 反应 他在 觉知 不同的层次 不断 不断的去 寻救着 什么 才是安全的 这个就叫做 四 他有一点像是 参禅 的味道 但是 他不是在 询问一个 无厘头的问题 他不是在问 狗子 有没有 佛性 类似这样子 无厘头的问题 他问的是一个 跟他的妾身 幸福安全 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有许多的朋友 都提出 类似的 询问 他们讲到 过去 提了那么多的课 他不知道 要从什么地方 下手 或者是 过去提了 那么多的课 他觉得内容 太过深奥了 有没有能够 更加 朴实的 让他觉得 能够容易 下手的 地方 有的 在古朴的经典里面 处处都有 佛陀 他在讲了一部 简单的经 讲了一个 简单的课 然后学生 他们透过 善寻 跟尊圣之四 认真的 在他的经验 里头 探索着 那堂课的内容 然后在短的时间之内 就有 证得大国大福利 证得 高程度的解脱 这种内在的探索 他可以是针对 很多不同的主题 好比说 在佛陀的 年代 许多的人 探索的问题都是 我到底是谁 什么才能够 叫做我 然后变动的 怎么能够叫做我呢 会令人失望的 那怎么能够叫做我呢 其他的探索的主题 包括了痛苦是怎么产生的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一个这种非常朴素的 非常容易下手的探索的主题 那就是欲望的本质 能够知道欲望 他的极跟灭 根据佛陀的说法 那就足以成就阿罗汉国 所谓的欲望的极与灭的意思 就是 你了解 它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它是怎么样盘踞你的神心 它是怎么样的烧灼 烧制整的内心 你是怎么样在维持它 你是如何的在加深 你对欲望的引头 你要如何的松脱 它对你的制服 你要如何的能够松脱 它对你的捆绑 你要如何的能够减弱 这种惯性 要如何的能够彻底的瓦解 欲望它埋藏在你的 记忆深处的所有的种子 这个叫做知道欲望的极与灭 能完成这样的这个话题 那么你就能够了解 整个的解脱道 有很多的朋友 都有提到 他们已经听懂了 理喻这个话题 但是他们却听不懂非我 或者是他们听懂了非我的道理 但是却不懂 什么叫做未呈现的意识 不死之心 或者是未呈现之事 不死之心 但是却听不懂 什么叫做理喻 严格的来讲 一个已经通透的 彻底的了知了 欲望的本质的人 他对于非我 他对于未呈现之事 他也是同样的通达的 这三个在佛法里面 那么重要的主题 他们是互相的贯同的 如果你对于非我的话题 你对于 不死之心的探索 都感觉到 令你有恐惧 或者是不知道下手 或者是不熟悉 你可以直接的 从欲望下手 你可以不断的 在你的经验里面 认真的 关注的 保持着高度的 兴趣的 什么叫做欲望 绝大部分的佛教徒 他们的一辈子 都是忙忙碌碌的 在经文里面 砖研 或者是 从一场法会 赶到另外一场法会 很少有人能够 超过那些 肤浅的欲望 那些概念 超过那些 肤浅的 宗教的仪式 是认真的去探索 欲望 他的己跟灭 首先 你很有可能会发现到 所谓的欲望 它实际上 就是我值 所谓的欲望 就是你的注意力 它 对于身心 某一种状况 某一种状态 谈惧 在意 所谓的 自我感 就是一个 正在活动中的欲望 所谓的欲望 就是 眼前是不够好的 你正在 被一个 匮乏 即可的感觉 所煎熬 这个 匮乏 这个饥渴 的煎熬感 它正在使得你 费心 耗尽 用力 它正在让你 努力的 要往别的地方去 然后这样的这个 努力的过程 它是伴随着 得失 伴随着 恐惧 伴随着 疲劳 如果我 拿不到 那份工作 如果 它不 喜欢我 如果 我不能够 变成 那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 我就会 怎么 怎么 欲望的本身 它是 伴随着 得失的 欲望的 本身 它就是 饥渴感的 具体的 呈现 你因为 你不能够 消化 那个饥渴感 所以 这个饥渴感 它 以 正在 折磨着你 正在 烧灼着你 的方式 呈现着 之所以 会有 欲望 是因为 你的 起始点 是 盘踞在 经验里面 的某一个 状态里面 好像说 你盘踞着 你的身心 你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有限的 自体 必须要 壮大 它 必须要 膨胀 它 必须要 延续 它 必须要 保留 它 这里面 有很多 的在乎 这个在乎 来自于 你的 其实点 是 本来就 盘踞在 某处 本来 就是 依据着 某处 你对于 某一个 状况 是有 依赖的 如果 生平 有幸 接近 一个 解脱者 你会发现到 在 他 的人格 在 他的 行为 动向 里面 感觉不到 有 趋势力 感觉不到 他有 什么 在乎的 要跟 不要 他不像 一般 凡俗的人 因为 在乎的 要跟 不要 终日 处在 惶恐的 状态 终日 处在 计算 规划 的状态 终日 处在 坐立 不安 不安 本位 想要到 别的地方 这样子的 状态 明白 欲望 本质 的人 就会知道 欲望的 瓦解 就是 未呈现的 一世 的出现 也就是说 凡夫 呈现出来的 各种的 相貌 有的是 以天使般的 状态 呈现在 这个世间 有的是 像 恶鬼般 的方式 呈现在 世间 有的是 阿修罗 般的 形貌 呈现在 世间 各种 不同种的 态势 呈现在 世间 不同种 的意识 我们把这些 叫做 众生 实际上 就是一个 没有 化解的 欲望 他所 形成的 漩涡 一个把 欲望 消化了的 因为没有 体验任何的 漩涡 没有任何的 力量 没有一丝 一毫的力量 能够动摇 能够造成 那个心 有趋向 所以他不以任何的 形貌呈现出来 你如果要勉强 形容那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你这样的形容 那是一个 绝对的 休息 那是一个 狂心 遁邪 的一个状态 时间 对他 没有意义 故事情节 对他 没有意义 所有的 记忆 沾不到 他的边 你感觉不到 他正朝着 未来的 某一个状态 在移动着 在接近着 他就在此处 是凉快的 他就在此处 是没有负担的 而且他的 没有负担的程度 并不是只是 当下没有负担 而是所有会造成 负担的种子 都已经消灭掉 所有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干净的觉知 干净的心 个体化 以某一种特质呈现出来的那些波浪 那些涟漪 都不再出现 你甚至你不能够讲 一个解脱人 他是一个人类 他是一个众生 死神想要寻觅这样的人 没有任何的痕迹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轮廓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态势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 一个动荡的方式 可以给他定义 说他处在这里 他眼前正盘踞在这个地方 这些是他所扬赖的 他归属的 是这个物种 是这个家庭 是这个宗教 是这个国家 是三界里面的这一界 当你听到礼遇的道理 心里面如果能够不产生恐惧 确实 离遇 它不是剥夺你的快乐 确实离遇 它实际上只是 移除了你的迎头 你那个不断地纠结起来 上瘾的状态 误以为自己是欠缺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它的瓦解 你去明白 那个欲望 它永远没有办法 把你 带到一个 安稳的 完成的一个状态 欲望 只是不断地在重复着 不断地在加深着 那个匮乏的惯性 那个不休息的状态 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信心 你对离遇 是向往的 是有发喜的 是愿意归顺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又服了 这样的人 他站在 缠纳的边界 他的起心动念 是符合着这样的主题 所以就算 这些念头 并不阻碍 禅定的完成 这些念头 反而在引领着他 更加清楚知道 欲望的 牵熬 他的疲劳 在一边 远离 脱离开 欲望 束缚 在另外一边 那个另外一边 他有一个无法探测的 无比深邃的平安 看看你能够 多么释怀 多么全然的浸泡于其中 有了这样子的契机 那么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个只不过是 细节的问题 那个远离的主轴 已经在那里 离遇的主轴 已经在那里 孙俊与涅槃 的主轴 已经在那里 明白了这种 禅那的人 他不会再去迷信 世间 流传的 你要透过盯着 什么样的光点 你要透过念 什么样特殊的咒语 你要截 什么样功德 特别强大的手印 你明白 所谓的禅那 是开始 明了跟脱离 轮回的惯性 这样的寻 这样的寺 它是可以细腻化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尝试着把欲望 看得更清楚 你能够把欲望 看得更清楚 你的处理的力道 就越加得强盛 好比说 在你的寻 在你的思 在你的内在的思维里面 你能够看得到 欲界的本质 他为什么会那么样的忙碌呢 欲界的人 欲界的状态 因为他所获得的宝足 是那么的贫瘠 那么的缺乏 那么的不稳定 那么的短暂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 不断不断的寻觅 不断不断的挖掘 不断不断的乞讨 不断不断的重新的寻觅 勉强能够 拼拼凑凑出一个 看起来好像是 强烈的快乐感 实际上那个整个的过程 你是在做什么 你是被欲望所奴役着 你所认为属于你自己的意思 你的意志 你的幸运 它不过就是一种 从欲望流动出来的冲动 然后你在服务它 然后你以为说 那是你的选择 你要什么什么 你看不到那里面只是 无尽的 强迫 疲劳 然后你处在那种 无知的状况 你是几乎没有选择的 那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而是你情不自禁 你非要为它卖命 你非要为它疲劳 你非要为它废心 你非要为它耗尽 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 不是只是在概念上面 而是就在你的经验里面 可能在你的当下的身心里面 隐隐约约的看得到 还有那个蠢蠢欲动 对于其他的美丽的人类 的妄想 的渴望 对于人生的某一种 的幸福的状态 有憧憬 有渴望 那个在让你不平安 用心地探索着 这个在让我不平安 它的那种造成不平安的方法 是如是 这样的模式在盘踞 它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推动着 最终被推动的力道 它的环节 它带来宁静 它带来明晰 宁静跟明晰当中有智慧 智慧跟密智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 意志 它是用来服务欲望的 你以为那是你的意志 但你不知道 那是一个服务者 别人 服务着他的力量 你去傻傻的 把它当作是你 你的 一天到晚 因为你的意志 而被晃动着 要捐弃 你的意志 是不需要 复杂的 哲学上面的思辨 而是需要你 由衷地知道 什么叫疲劳 你真的要继续 把这个东西扛下去吗 你真的要这样子 盲目地 被欲望所驱破着 永远体验不到 深度的休息 你的这种匮乏 它不会因为你 追逐到了你 所认定的那种目标 而满碎 而满足 它会给你短暂的满足 短暂的休息 但是那个底下的 那个引头 那个引擎 它从来就没有被关闭 所以你不断地 在时间之流当中 流浪着 某一种形态的意识 它是以美女 作为食物的 某一种 形态的意识 它是以大便 为食物的 当你在混乱当中 被欲望所绑架的时候 那些都是让你迷恋的东西 善寻善思 内在的佛法的引导 本外在的佛法的引导 它不是一种 天马行空的妄想 它不是 你要你皱着眉头 深锁着眉间 做什么样深奥的思维 它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清楚的引导 虽然那个文字 它不断地在改变 你的念头 或者你听闻到的声音 它不断地在改变 但是它有一个高度一致的方向 就是在帮助你了解 什么叫原理 帮助你在直觉上面 更加认识清楚 你是怎么样把这个单子 扛起来的 你是怎么样被盘踞 被淹没 被烧枝 被逼迫 这样的寻思 一边虽然有念头 但是一边 你可以越来越清楚的 刚开始是隐约 但是越来越清楚的看到 内心 它正在趋向停歇 趋向于 那个不再被驱动的 不可动摇的 宁静 平静 不以任何 不以任何方式 再被驾扰起来 变成涟漪 变成波浪 没有被驾扰起来的那个水 那个水的 它的质地 它没有动态的时候 你跟它没有摩擦的时候 你要怎么形容它 你很强 你要形容它 只能说 空 透明 没有直爱 不被设限 没有直辨 没有盘踞在这里 没有盘踞在这里 没有所依 没有要从这跑到那 没有匮乏 所谓的匮乏 所谓的欲望 它是一种用力 它是一种动作 它不是新的本质 善用这样的寻思的方法 修行的人 他不需要懂得深奥的道理 他只是要彻底的了解 欲望 他的记忆 他的灭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也有可能 对于佛法的思维 越来越熟练 那样子的方向感 那样的直觉 越来越可靠 所以他不再需要透过引导 他不需要透过外在的引导 他不需要透过内在的引导 仍然有一个清楚的 清朗如白天的那样的一个直觉 引领着他 哪个方向是平安 哪个方向是迷乱 是盲目的用力 你如果你知道 佛陀他所教的禅纳 那么你的平安跟你的智慧 是同时发生的 禅纳是一个让你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聪明 的状态 而不是让你变得越来越愚笨 越来越压制你的感官功能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 佛陀 他的禅纳 他并不排斥念头 同时 你继续开展下去 他最后连念头都会超越 当他有念头的时候 这些念头都是你的朋友 他都是你的善友 他提醒你 他在引导着 当你心境变得更加的精纯 随时随地 可以去享受 那个没有声音的舒适 那在声音背后的安静 去贴近他 去欣赏他 这种没有声音的安静 他能够帮助你 更加 更加真确地 知道 欲望 他是忙乱的 更加的真确地知道 欲望不是你 真的不是一个 你能够承担的单子 这是一个没完没了 鱼吃的状态 关心着自己 长远安乐的人 他在内在 高度兴趣地探索着 欲望 我要知道 你的本质 我要知道 你呈现出来的模式 那种状态 那个感觉 我要知道 是什么样的因素 他让你呈现出来 我要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参与 怎么样的延续 怎么样的加深欲望的 习惯性 最终 要知道 如何的不跟你沾边 要知道怎么缓解你 要知道怎么样瓦解你 我要知道如何的 继续地保持在无欲的状态 我要知道 如何的保护 保持在这种无欲的状态 它是一种顺俊于涅槃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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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法柱 后知涅槃 比诸善男子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离于我见 心善解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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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